大家好,我是艾迪先生 那自从我们推出超能焊接胶之后 那反应非常的热烈 那我们前后进了六次化 几乎都在三天到一个礼拜之间 大概就卖光了 那这一次是第七次进化 所以说销入非常快 效果呢,我觉得很好 那这个焊接胶在粘一些特殊东西的时候 可能需要特别的处理 所以我今天就来为各位介绍 万一你碰到有些东西 需要粘的时候该怎么办 那比如说PE或是ABS 这些材质或是矽胶 这材质那也都需要做特别的表面处理 那因为有些朋友在问 那所以说我们今天特别来讲解一下 像这个我手上这个就是表面处理剂 这种表面处理剂 不见得是一定要这一排的 那就是说一般的这个表面处理剂 只要它上面有跟你讲说 它可以处理那个ABS PE PP这些东西 这个处理剂都可以 那这个像我买的这一罐是有附一个毛刷去刷的 有的是用喷的 其实效果都差不多 那我们来示范一下怎么弄 我这边有一个机车的车壳 那车壳的话一般来讲都是ABS的 蛮硬的 那我这边有剪了两块小块的那个耳朵 那我们就来跟它连在上面给各位看一下 有这个涂处理剂有一个跟没涂处理剂的 那怎么弄 譬如说我们先弄这个没有涂处理剂的 一般来讲如果说我们一般的浇水就是说 你在这边涂一涂对不对 我们这个浇水涂一涂 那这边也是涂一涂嘛 对不对 然后你就试图把它黏上去嘛 是不是这样子吗 就是把它黏上去 好 那一般来讲你就是 把那鸭子会等它干嘛 等它干 只要不跑掉的话久了 它自然会干嘛 对不对 这是我们常见的一个 黏合方式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在旁边 做个涂处理剂的一个方式 譬如说在这里 你涂这个处理剂 把它涂个平均多也没用 你就是在你要黏的话 涂一下 然后 等到差不多 三分钟 两三分钟 让它稍微 处理去干一下 那这边 这边也要涂 像就是这里 我们这边也准备 让它涂一下 让它涂一下 它会灰花啦 灰灰灰花 大概也是一样 跟它摆着 等三分钟以后呢 我们再来上我们的超能焊接焦 那我们要稍等一下三分钟 好 这个地方 我们刚才有涂过表面处理剂 现在已经过了三分钟了 我们再把超能焊接焦涂上去 那就是在这边抹一抹 这边也抹一抹 好 那就 把它放上去了 好 放上去之后 你跟它用手压着 压着至少压个一分钟 压个一分钟再放手 好 刚才我们未处理的这个到现在 还是 滑动状态 各位有没有看到 干不了 湿湿的干不了 有没有 一直要掉下来 就不会焉化就对了 好 那我们已经压了差不多一分钟 我们就可以放手 让它静置十分钟 十分钟就是可以到达一个 这个 这个 勉强可以使 就是说使用的强度 那 那真正 最高强度 你要静置24小时 才能用 那 很明显 有上过处理剂 跟没上过处理剂的 就不一样 这个还是一直滑动 这个不会有没有 好 它这个已经 现在算蛮紧的 不过 因为它十分钟还没到 等到十分钟的时候 我们再来跟它试试看 好 那我们连接的这个 塑胶片 已经超过十分钟了 那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是有处理剂 处理过的 这是没有处理过的 看它们 目前连佐的情形 哎 你看 这个 用手摸还会移动 有没有 表示 它的胶水都还在 湿答答的状态 干不了 所以根本就 不能连 你看自己的滑动 那这个呢 好像 还真的是有个样子 你看 那到底它 它 连得很牢靠的吗 那我们来试一下 因为我今天 不要做强度测试 因为它要到 24小时 才会到最高强度 那我们就来跟它 敲敲看好了 这边 就是说 就是说 有没有 所以说 有处理剂 处理过的 确实是不一样 好 那我们这个超能焊接胶 如果用于这个 ABS PP PE 事实上都可以黏的 只要你用处理剂 处理过以后 就OK了 那各位如果觉得 这个焊接胶不错的话 那可以到我们的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